今天做一个可以吃的牛奶 我就看你能做个啥 外污水的锅中挤一点牛奶 你都我怕就不要油了 加入小半勺的淀粉 还浪费我个勺子 小半勺 加入9900粒的白糖 9900 要不解雇 用勺子搅拌均匀 搅拌这有啥要 上火加热不停的搅拌 搅拌油了呀你不说清楚 搅拌成粘稠的奶糊 嗯差不多了 盘底刷油 盘底刷油 倒入熬好的奶糊 好了 乳皮放到冰箱里放凉 蘑菇皮呢 再放冰箱里 包粉刃 切成大瓶条 脱模 三条 不要钱的碗中 打我两个不要钱的笨蛋 小伞被用 这钱你们要吗 不要钱是吧 那就你们了 蘸上一层蛋液 再蘸上一层淀粉 蘸蛋液 再蘸淀粉 再蘸上一层蛋液 再裹上万能的片包糠 全老寻找叫万能的人 借我点片包糠 可以全部加入 哎你就这么做老好吃 这个反正应该 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居然你帮上蛋液一起炒啊 把茶叶放入锅里炒一炒 哎不是在袋子里吗 出锅瞬间就变成了一道美食 出锅瞬间包糠太多熟了 跟我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还没开始啊 首先准备点快锅期的茶叶 每锅期都被你炒锅期了 倒锅中 开小火慢慢的翻炒 这 这样 够 妈 了吧 闻到浓郁茶香的时候 为什么闻到的是糊呀 加入适量的白砂糖 各位父老乡亲们 帮我找个叫适量的人 我要借点白砂糖 继续小火翻炒 炒出焦糖色 我不能炒了 再炒下去都变黑色了 有条件的加入纯净水 小火慢煮15分钟 我没条件 我加白黑水 热火后 咱们按照美金水30克的比例 放入冰糖 冰好了冰好了 新鲜的冰糖 接着在我家树上摘两个柠檬 你家太远了 沙发空里的可以吧 一定要去掉籽 为什么要加头发呀 这样才不会有苦涩味 哦 头发连去苦涩味啊 爆柠檬 都放进去 然后加入一丢丢的食盐 找一下一丢丢 你们懂得 一到超级解暑的冰红茶就做好了 啊 好烫 做个饭子内